大盤拉回修正是買還是賣 當然就是買 拉回10天了就是好買點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一集的事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 邱鼎泰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妳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大盤的拉回修正 是不是代表說 因為我們現在還 如果處在多頭的階段的話 它就是最大的利多 拉回就可以買呢 好今天為什麼拉回 我們要先討論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們傳出有一個疫情 但是這個時間點 還沒有知道正確答案 今天的防疫股 防疫股今天口罩又來 我跟大家講 口罩那個不要做 我問千涵一件事 妳現在到哪裡買不到口罩 對現在口罩還有很多款式 很多咧 要什麼突進有什麼突形的 所以口罩不要 只是意思一下 好那事實上 我記得12月20幾號也有一次 因為那時候說出現本土感染 本土感染 那個還趴趴走有沒有 對不對 那個一次一個開飛機的機師 對 那你看到這個長榮的一個機師 那天台北股賽跌了快兩百多點 沒錯 那之後又沒有低點了 那請問今天這個盤中震盪 當然是買點了 是 那我要講的是多多沒有改 這個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每天 你每一次看我跟大家在這邊 這個跟大家解盤有沒有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都拿國際股市給大家看 對 那記得一件事 台北股市的多空不是我們決定 是全世界決定的 全世界如果是多頭 我們就算是跌下來也是買點 全世界如果是大空頭 台北股市也不會一直獨屈一直漲 沒有那回事 那這種情況是幾乎不可能的 所以全世界股市多頭未改 拉回修正就是買點 好就拿美國股市來講 等一下我們再來提 選股策略新能源 氮化加被動電源 車用電子等等之類的 沒有漲到了 或者漲多拉回整理過了 就可以買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美股 稻窮跌多少 跌89點 是 昨天是什麼因素跌 大家知道嗎 他這個網上 這個美股的盤後說的 說因為政治有點動亂 動盪 譬如說這個 綜藝院說 綜藝院向彭斯副總統 你直接暫停佩洛西議長 佩洛西副總統你直接暫停川普的 因為川普現在有點瘋狂了 不然就是說因為國會被闖入的事件 那佩洛西也說 不然綜藝院要提出彈劾 真實上感覺有點混亂 然後呢 又說1月20號拜登要救戰的時候 因為什麼武裝暴動啊 什麼一大堆的 這個知道了就不會啊 知道了有什麼大不了 對不對 美國的警察對不對 國民兵會會復衛嘛 好那有沒有跌到 我跟大家講是長多了拉回的啦 再看下一個 納史達克 因為納史達克最主要是誰引爆的 你知道嗎 就是推特 因為推特把這個川普 永遠關閉他的帳號 那這個影響比 對推特是影響蠻大 因為川普的粉絲很多 沒錯 聽說這個粉絲有一大堆跑去 這個印度總理的粉絲那邊去了 因為他們兩個都蠻瘋狂的 好那不管怎麼樣 推特因為這個 上去瀏覽人數少的話就會影響業績 你看YouTube也是這樣子 好 那但是其他的監壓股是跌 但是也沒有跌多少 連續幾天漲已經拉回一下 我們再看下一檔 貝人半導體有沒有 那個收盤創新高 收盤價 創新高 那最主要是台積電的功勞啦 台積電是他現在最大的權重股了 我們再看下一檔 特斯拉好不容易昨天跌7%了 特斯拉過去12個月漲8倍 請問跌7%怎麼樣 漲多不用拉回一下 8倍 8倍 回檔7%那又怎麼樣 再看下一檔 好 Crew一塊創新高 這是我之前跟大家講 淡化家的概念股 好我們再看一下下一檔 Plugger能源這叫什麼 你聽這名字就叫什麼 要嘛就是食用類股 要嘛什麼 其實那能源叫做新能源 這個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的 你知道嗎 他這一年來從9塊漲到50幾塊 這棋子是40-50倍 去年更低 去年更低 今年你把它算一下 去年年出來算的話 還有十幾塊 現在變50幾塊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春田還是創新高 被動元件嘛 我們來看一下個股 台積電今天繼續漲 繼續創高 沒有什麼懸念 外資還是看多 再看下一檔 來紅海今天一定會拉回 因為我們一直期待他拉回 拉回你才有買點 他那一百多塊一定會稍微拉回 拉回你再尋找下個階段買點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紅準繼續跳空漲停 因為鋁美合金的 他本來是做手機的機殼 對 現在把殼子放大 變做什麼電動車的車殼 你看年期兩天漲 都每天都手一萬多張 你幾百年沒看到紅準這種走勢 嗯 我就說 20檔沒看到這個股票 這支股票這樣 二十幾年 來看一下 這下檔 好 榮狀就是剛才開那個 我特別跟你挑這一檔 我們之前講過之後他連拉了 那後來現在 那準備 只要特別你要剛好我們前面 你可以再重複看 剛那個CRE那樣股票有沒有 你把它抄起來 往上去找每天盯著他 他創新高這個就可以再買回了 這樣懂意思吧 我們看下一檔 好國巨呢 剛才不是講春田嗎 對 春田創新高這個拉回 當然就是買點 再看下一檔 好 國巨跟大家都講 紅海有沒有 國巨合作 這兩個合作最大的受惠者 就是國巨旗下的凱美 被動元件 所以你看終於拉回了 走一點 你看他動不動 你看之前有沒有 第一檔這樣四十塊 然後九十幾塊 真的拿到九十幾塊 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紹 是三十幾塊 九十幾塊 就看下一檔 好 9號精密 就是MLCC被動元件 有沒有看到春田 有嘛 好我們剛才看到一個 PLUG那個燃料電池 國內能夠做氫燃料電池的就是他 要記得喔 他被動元件在擴廠 大家對於氫燃料電池 因為我們以前 現在用那個鋰電池 那個鋰是稀有金屬 你還是要去挖 你才找得到 那氫燃料電池就是氫 氫到哪裡有 隨時拖拖拖拖拖 是不是還記得嗎 你讀高中 國中研讀過嘛 水是哪 H2O 你從水就可以提出氫來講 所以這個東西 未來真正的趨勢 國外大廠那個長了四五十倍了 原因就是這個東西 會變成未來的趨勢 六一二七的九毫 股價才二十幾塊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的標準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找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還有教導老師的LINE和Telgon 財經節說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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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